我是BVB aka社會觀察家 EK 調性控制 JK 行走的貓薄荷 今天呢 我要說個故事 隨著這大概兩三個月來呢 拍了不少一些記錄影片 獲得了不少導彈 讓我覺得非常的興奮 為什麼說收到導彈之後呢 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呢 第一點是因為我拍的這些爛東西呢 終於被更多人看見 所以當觸發到不同的群起 突發到更多人的時候 他才會可能來給你 Dislike的機會嘛 如果說我今天全部發在我的朋友 這個群體裡面 大家都會給我來個讚讚團 每個都不好和讚 所以如果說永遠都只有支持的聲音 沒有反對的聲音 也是不太好的 第二個問題呢就是 我覺得我自認喔 我先說我自認 我覺得我在拍攝這些影片的過程中 我不論是使用的工具 或者是操作的流程 還有細膩程度 我覺得都算是蠻高的 所以如果說你覺得 我拍的這些片子有哪裡不好 你按Dislike 你可以說明出我哪裡做的不好 我可以改進 我記得呢那一次呢 我在我的VJR業務 換機油的時候 我的交換量是840c 如果說我知道交換量 我還去查這個使用手冊 其實基本上 專不專業這個問題 應該大家都知道 不是瞎瞎的 下面有一名網友呢 他建議了我 他說這樣看起來不專業 因為我拿起來亂加 他說最好去買個涼杯 我就聽了他的建議了 我下次換我媽車的油的時候 我真的就去弄了個涼杯來了 像這種良好的建議呢 我覺得就OK 因為呢 施工的方法 一定是隨著你的工具 然後時代的變化 車輛的設計 會有所改變的 他不可能是一個很硬性的規則 或怎麼樣 那當然好的方法 我覺得我們就可以去嘗試 會去學習 只要你正確的 可以把這個車子給弄好 然後人不要去受傷 我覺得都OK 當然有看過很多 不是那麼正確的啦 那我覺得我在施工方面 我對於我自己的要求 還是蠻高的啦 在拍攝的方面 如果說我知道 這件事情 已經是不對的 我絕對不會拍的 然後又把它放上來 所以如果說 你能說出我哪裡不對的話 我也希望你們可以告訴我 哪裡不好 我可以改進 我也可以在這過程中 覺醒 然後讓自己再次生活 做得更好 因為呢 以一個業餘用戶來講好了 我覺得 我做的範圍 可能已經超過那些人該做了 例如說 很假掰的拿扭力扳手 去縮我的卸油螺絲 然後呢 我會去查 卸油螺絲該是有多少的扭力 我會去看操作手冊上面 只要能提供給我的訊息 我都會一一的去看 這一點呢 應該是已經超出很多DIY的玩家 當然我知道在這個領域裡面呢 優秀的人很多 我看到這些的人 我也會學習 這幾項東西呢 有些東西是有意義去做啊 前提 我再講一次 目的是什麼 如果是你在猜測的過程中 你覺得快樂的 那你就去做吧 如果說你是為了要省錢的話 絕對省不到錢 你會花很多的時間 一個操作弄得不好 你用電腦還會受傷 所以如果說以省錢為目的 就真的不建議了 說了這麼多喔 我覺得 什麼樣的DIY可以自己做 如果是我啦 我會這樣自己做的 就是養護類的 例如說機油 齒輪油 煞車油 然後 煞車皮 這些 疊盤應該也是可以自己換 因為其實不難換 那如果說換輪胎 你可以看一下我之前拍的那一集 要猜多少東西 就很麻煩 所以我就 不會覺得那個是一個難易度 很低的東西 雖然說它不難猜 但是它需要花的公尺很長 然後再一點喔 就是你真的在猜輪胎 你要把輪胎翻進去的那個瞬間 那個是需要技巧 為什麼需要技巧呢 復手換輪胎呢 是 摩托車 秉級的第一體 就是你要拿到 修理摩托車的證照的話 它的第一體 就是你要復手換輪胎 所以這是真的是需要技巧的 傳動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玩玩啦 就是也不難拆啦 但是這些部分 我覺得是可以DIY的 那什麼部分呢 我不會去DIY 例如說 我今天這個噴射的車子 我亮故障嗎 我會不會去想要買一台 整段電腦來查故障嗎 我覺得 有可能 如果依我這個愛 折磨自己的心態的話 我覺得有可能 但是你是一般人的話呢 你會特地想要去買一台 整段電腦 然後看你的 故障碼是什麼 例如說什麼 含煙感知器啦 然後 接氣能開度啦 還是什麼 點火角度啦 空安筆啦 你會想要去了解這些東西嗎 我覺得 不一定 多數的人喔 我覺得目的性還是很重要 你做這件事情呢 快樂你才會去做嘛 對不對 例如說你叫 你自己買了兩支扶正器喔 然後 後面的 給它撞上去 然後挑玩 開心 舒服 為什麼 因為爽嘛 快樂嘛 如果說今天是 你的車子發不動了 然後叫你去查故障嘛 那你會覺得是快樂嗎 我知道改車一定是快樂的 修車就不是這麼回事 我的興趣也不是修車 所以呢 我並沒有什麼太多 想要拍攝什麼 修車的那些東西啊 因為那個不是我的興趣啊 拍起來也不會快樂 畢竟你車子壞掉 誰的車子壞掉誰會快樂 OK好總結一下 所以呢 如果說你是因為 DIY的關係 認識到我這個頻道的話呢 我也希望你可以 暫留一下腳步 讓我 未來呢 會帶你去看一下 其他不同的東西 機車啊 或者是汽車的 好 因為畢竟我真的 沒有那麼愛修車 所以我不會把我的 主力 著重在於 修車 DIY這件事情上 我想要去看看 更多更有趣的東西 就這樣啦 我是P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所以我 wrong 今天呢 我是P